夏天真的好热 用电量屡创新高 夏季电价是否有必要提前实施 台电代理董事长曾文生松口 台湾一定会走上这条路 评估提前到5月份开始实施夏季电价 但还要送电价委员会审议 对此电价表示 要负担的成本至少会多出三成 会让电费直接破万 大喊吃不小 夏季电价有可能往前再移吗 是我们的期待 台湾一定会走上这条路 台电代理董事长松口 夏季电价可能提前到5月实施 等于多涨一个月 电价一停大喊吃不消 夏天做生意 为吸引客人上门 冷气就得开好开满 夏天收5个月 电费直接破万 电价利润更低了 你不开又不行 夏天那么热 你一定要带冷气给个人 对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都是购出来的 就是这个开启 都比往年多啊 一两成有 尤其今年又比往年更热 4月开始 宫电就频频亮黄灯 6 7月用电量率创新高 但台电预估 今年宫电尖峰已经出现 就是大暑前后 4000 74.8万千瓦的记录 只是倍转容量率最低的时间点 出现在4月 台电评估 夏电有必要提前实施 有这好处 你如果让夏季电价 往前走 有没有 往前走 那它的价差会高 它去调整这个用电 夜间风减少用电的动机 就会更强 就是时间电价 会它的效果会越来越强 然后夏季的这一个部分 可能真的要提前 一定会 所以物价会上涨 工商界大佬林波峰 也有意见 夏季电价是否提前实施 还要送电价 审议委员会 得考虑到市井小民 负担得起吗 接下来我们下来台北报道